欢迎回到玩魔会分享时间 大家好我是大圣 今天我们一起来玩的是由罗伯魂出品的 MT守护神放大版本的救援车 那这款呢是我拿到的一个评测件 所以呢与大货版本呢可能有所出处 那我们直接就从这个玩具本身而言 那这一次呢并没有任何的外包装 附带配件呢只有一把这个人物的大枪 而这个大枪这一侧呢是一个中空的 要熟知MT守护神的各位呢应该知道啊 这所有的成员的大枪呢最后会组成一把 非常漂亮的一个重型武器 所以呢这种偷胶呢也可以视为算是一种组合形态的妥协吧 至于按插方式呢在载具形态呢也是有稍稍的按插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呢它是有一个横向的卡槽 这个卡槽呢和车尾后面的卡槽呢可以做一定的结合 就把它卡上去啊 但是卡出来的这种效果呢真的是不伦不类的啊 有一点难看所以呢 在这呢大胜就不多做展示了 然后呢把它取下来 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款玩具的一个密缝状态啊 说实在的刚拿到手之后呢 我觉得这款玩具的密缝状态做的非常好啊 但是这个底盘呢应该是原设计的一个原因 做的就非常的窄 空间利用的感觉呢也利用的非常足 然后呢车玻璃采用了蓝色的透明件 最值得让我喜欢的是这个警示灯的这个位置 警示灯的这个位置呢采用了有纹理的红色透明件 这种红色透明件呢使这种磨砂的感觉啊 看起来非常有意思然后车灯两侧呢也是用蓝色透明件 其他的蓝色部分呢是用涂装代替 整体的涂装呢是以白色为主 边缘线呢是红色的线条涂装 整个分隔的这个地方呢是灰色的塑胶 底盘部分呢也看不出来多大的问题啊 手臂的部分呢就暴露在这个位置上 并且呢它有底盘的底板进行一个阻挡 使这款玩具呢看起来优秀成分非常多 然后呢从前面的这个面板呢可以依稀可见这款人物的一个头雕 至于这个头雕的部分呢暴露出来的一个设计呢可能也是原版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好的设计源于这个原版的激素比较大啊 只能说萝卜魂这一次呢在原有的巨人的肩膀上进行了更加好的优化 至于原版呢各位经常吐槽说这个材质是不是特别好 而我手上拿到的这款呢我觉得是材质非常不错的啊 用料很扎实啊也没有一些松垮的现象 而且呢密缝可以给大家调整一下让大家清楚的看到啊 密缝真的密的算是非常不错的啊 只是这个推车呢由于是一个锚钉的关节 推车的一个流畅度呢并不是非常高 那说了那么多呢我们就开始这款玩具一个变形 首先呢从底盘的部分啊我习惯是拖住这两侧 把这个底盘的这个位置给它打开突与凹有一个结合 然后呢上半身和下半身进行一个分离 我们给它拖开这个地方呢是有个卡槽与卡扣的结合 卡槽和卡扣的结合之后呢我们把两个手臂呢尽量的啊 给它挪出来之后呢先把这个手臂的部分进行一个分离 也就是这一侧的面板啊 这上面是有一个凸点啊我们要稍稍往下控制一下 并且呢把手臂的部分旋转过来 这一侧呢再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要稍稍往下拽一下再旋转过来就OK了 那整个的手臂部分呢先不用管它 我们先把这个腿部的部分来做一个调整 首先呢这个腿部的部分 从顶部来看它是一个算是一个踢行槽啊 这种踢行槽呢我们要上下错开 把它错开之后呢把两侧的腿部分开 分开的同时呢我们把这个腿部给它做一个相应的拉伸 可以看到啊这个膝关节的这个盖板 也就是所谓的车后屁股的这个位置啊 就变成了它的膝关节盖板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拉伸拉伸的同时 把脚底板的位置给它拉开 拉开的之后呢把腿部合上 然后呢把脚底板的位置已经是一个球形关节 把它旋转过来 那一条腿啊就算完成了 另一侧呢我们来做一个快速的变形 首先这个位置啊给它解锁 然后呢腿部给它拉伸 OK然后呢把脚底板的位置给它拉开旋转 这一侧也是一样啊 那这两条腿呢就已经算是完成了 并且呢再把它旋转过来啊 还是有这个齿轮的咬扣位了 这一点还是比较清脆的非常好 然后呢我们再来变车头的上半部分 需要的是把车头的两侧的这个边缘啊 给它扣开之后呢把整个的车头的这个位置啊 给它往后的旋转 并且呢它这是两段式的关节 把这个有警示灯的位置啊 再给它旋转到后侧 那旋转到后侧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背包处理一下 再来调整一下肩膀的位置 首先呢肩膀整个是一个转轴 我们可以先把肩膀的凸点 一个这个这一侧的凸点和这个车灯的凸点啊 我们进行一个密合 密合同时呢把它整体的旋转过来 不要阻挡它背包的一个位置啊 这样把它卡住 然后呢这一侧的车轮朝这个镜头里啊 我们再来把另一侧呢给它旋转过来 把这个轮胎的位置啊 调到镜头上面 OK 那么整个的这个地方就调整好了 调整好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背包往下的调整一下 那么整个的这个这个急救员的这个人形呢 就已经出一个雏形了 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手臂部分呢 再做一个调整啊 它是一个双段的关节 我们把它拉伸 拉伸之后呢 通过侧面啊 我们可以看 它是有一个圆的这个手臂的部分 它是一个伸缩的 我们握住手臂啊 把它拉开 并且呢旋转到一侧 另一侧呢 也做一个相应的变形 好 那么这一侧的手臂呢 也给它完整了 那这款急救车的人形呢 就已经算是变形完成了 紧接着呢 我们来一起来看看这款急救车的一个人形 以及一些细节吧 首先我先来说一说 就是它这个肩膀的位置啊 我这一侧呢 是一个评测件吧 我觉得我这个肩膀卡的这个紧实程度呢 并不是很高啊 这个地方呢 你需要不断的去压合一下 它才能有一定的卡准的一个位置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因为它这个原版的设计啊 导致了它这个肩部的这个设定呢 我确实是觉得 可能是我玩过很多变迹金刚里啊 有一点觉得 哎 非常新奇的一款玩具啊 但是整体的玩具的细节做的是非常的好啊 首先呢 我们先从头部看起啊 头部呢 分色非常简单 红白蓝 那整体的一个活动性呢 抬头 抬头 低头 都可以做的活动性非常大 并且360的旋转没有问题啊 活动性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头雕 这个眼睛做的也是挺帅的 肩膀部分呢 由于它是车轮的一个造型 但看起来立体感还是非常足的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白色的像十字架的一个标志啊 看起来还是非常好 里面呢 有这个金属色的涂装 分色很漂亮啊 包括腰部的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一个组合的部分 所以呢 它是有一段的关节 而且是齿轮关节 声音非常清脆啊 手臂的部分呢 由于它的活动性呢 所以呢 整个手臂的这一侧啊 除了背包能略显的阻隔以外啊 它都是活动性很大的 这个位置呢 刚才忘记介绍了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锁定卡扣的 在这个地方 它是有个凸 把这个地方的凹啊 进行一个密合 它就可以更好的结合了 然后呢 整个的手臂部分呢 也是一个球形关节 并且呢 肩膀的这个位置镶嵌了一个 跟车灯一样的红色透明件 是磨砂的啊 很有这种宝石的感觉 然后呢 二头肌的部分 360的旋转是没有问题的 手轴呢 是两段关节 所以保证了更好的活动性 至于这个手腕嘛 真的就是一个造型手了 因为这个MT原先的这个设计 就是这个样子 至于另一只手呢 也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款玩具的一个武器形态吧 直接就插进去就可以了 也没有什么过多做介绍了啊 然后呢 腰部呢 是这个胯部是可以旋转的 然后呢 这上面的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旋转的 这一点也是有些可惜 腿部呢 是球形关节 整个的紧实程度呢 还是不错的 前踢 后踢 侧踢 都没有问题 并且呢 大腿有一个 踢形的一个卡槽 整体的活动性呢 360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膝盖部分是一个齿轮关节 它是有明显的卡顿位的 活动性呢 也算是中规中矩 但是呢 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整体的这个地方就略微漏肉了 这个也是原版的一个设计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它是也有细节刻画的 小腿的部分呢 我觉得略微丑啊 因为这个车轮 锚钉和这个面板 直接就暴露在这个镜头里啊 然后脚部的接地呢 由于是一个球官 所以呢 它的接地活动性算是很大 整体呢 我也觉得是比较稳 但是呢 你要适当调整一下重心 不然的话 我觉得有些地方 还是有一些费劲的啊 整体的这个救援车的位置啊 就是这个肩膀的地方 我有些不是很满意啊 如果大货的时候呢 希望这个地方能校准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背包 这个背包的这个地方呢 实在是 呃 我我尽力了啊 但是这个背包确实是这个样子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整体的这个背包的架势还是很漂亮的 但是后面来看的话 略微有些大啊 但是由于这个腰身的地方呢 会显得这个背包有一点像这个重型武器包一样 腿部呢 是有一些大量的偷胶 这一点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如果这一侧呢 实施一些 呃 其他的补救方案的话 我觉得也算是不错 那精细程度呢 我觉得这款玩具做的细致程度真的是非常高 包括这个手臂部分啊 给大家拉近 这些金属色的一些涂装啊 分色啊 整体来看都是很漂亮的 而且呢 这款玩具呢 主要看的形态呢 也是他这个 呃 组合形态啊 所以呢 单体形态能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呢 改正了原版那个塑料 韧性特别差的一个点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改进吧 至于这个大货呢 希望他能修正一下肩膀卡不紧的一个毛病 那么今天的分享 我们就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的收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关注我的视频攻击 也可以扫描下视频下方的二维码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